來看一下題目 幼圖中所有性質都一樣 我們說假圖跟乙圖都不會動 請問你要使乙圖動 恰好動是15克重 請問你回答這個問題 第一題 圖假的近摩擦力多少 重點 外力會等於近摩擦力 推東西不會動 表示近摩擦 外力跟近摩擦一樣 所以你推5克重 東西不動 近摩擦力多少 近摩擦力就是5克重 近摩擦力就是5克重 好 請問你 我如果施力25克重 能不能使假移動嗎 施力15克重 圖椅就恰好可以動 表示最大近摩擦力就是15克重 然後最大近摩擦力跟什麼有關 跟正向力有關 跟正向力成正比 圖椅是200克重 圖假是400克重 所以正向力幾倍 兩倍 所以正向力兩倍 所以最大近摩擦力多少 兩倍 所以呢我是15克重 所以兩倍多少 兩倍多少 30克重 我的最大近摩擦力30克重 那你推25會不會動 沒有超過 所以叫做 不會動 所以就不會動 所以呢 答案是不會動 就是 立體03 OK 可以嗎 好 換你們 請問你 請問你回答下列問題 第一個 誰摩擦力大 第二個 把它疊起來知道多少力才會動 跟剛才類似 誰摩擦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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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乙大 請坐 剛剛講過了 東西不動 外力跟近摩擦力一樣大 所以假推5克重 近摩擦力就是5克重 乙推12克重 所以乙比較大 好 那請問 把兩個疊起來變成丙 那請問要多少 先告訴你喔 要推移的話要 推移的話要 最少要15 推移要最少15 那餅要多少 跟剛剛一樣 跟剛才的想法是一樣 跟剛才的想法是一樣 你們幫他沒有18號 4號 4號 多少 多少 45 請坐 你的答案45 要最大的近摩擦力恰好可以動 所以呢 告訴你 200克的乙呢 是15克的最大近摩擦力 然後呢 現在把他 最大近摩擦力跟正向力成正比 把他疊成丙之後變成多少 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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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00的3倍 所以最大近摩擦力就是3倍 3倍 所以呢 最大近摩擦力就是45 所以最多多少 45 最多45才會動 就是 跟剛才的想法都是類似的 類似的 就是我們的練習06 最後 練習07 請問你 誰對 這有個圖 圖 你看可以從圖上面看出來誰是最大的近摩擦力 你可以從圖上看出來動摩擦力有多大 請問你 誰對 誰是對的 誰是對的 停車戰界問 誰是對的 21 21 誰是對的 發呆喔 5 4 3 2 1 再見 這個圖上面顯示最大的近摩擦力是60 動摩擦力是50 所以你推30會不會動 推30不會動 所以就叫做外力等於近摩擦力 所以推30不動 基本上就是30 你向右邊推 摩擦力是反向 所以往上哪邊 向左邊 所以我們答案要選的是C 答案要選的是C 就是我們的練習07 C 有人問問題嗎 沒有 沒有 請問你 推一段時間多少 看圖就知道 看圖 看圖 100克推他 會不會動呢 那應該多少呢 13 B 請坐 你答案選B 你答案選B 你最大的近摩擦力60 你推100就會動了 會動就變成動摩擦力 圖上就顯示動摩擦力多少 50 所以答案就是選B 所以答案就是選B 這就是 第二個小題 OK嗎 OK 來請寫課堂練習